北京冬奧禁塑滑冰國手黃玉庭 在冬奧之前將穿中國對付的影片 上傳到IG引發爭議 事後表示體育無國界 更直接槓上網友 相關言行引起國人不滿聲浪 而北京冬奧即將在二十號落幕 行政院十九號發布新聞稿表示 蘇仁昌要求教育部體育署 針對黃玉庭的不當言行進行調查 並做出適當的處分 總統府隨後也發稿表示 國家代表隊成員代表國家初賽 不應有任何損害國家榮譽之爭議言行 因此支持行政院採取必要的調查檢討及處分 北京冬奧臺灣代表團初步回應 將在四月份冬奧檢討會議中進行詳細討論 決定是否懲處以及如何懲處 但根據了解我國目前並沒有針對國手 這類言行做出明文規範 因此需要討論 但對國手的懲處 最重可能直接取消國手資格 沒收國手當選證書 並且遣返回臺 而黃玉庭確定不參加閉幕式 已經從北京飛往美國 沿湖城展開下一階段訓練 閉幕式長奇觀 則由李文藝擔任 寶寶雅 與北京搭檢訓